大家好,我是Eric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基础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到了HBase 它里面的核心组件的内部结构 以及讲到了 我的数据如何从客户端 来插入到HBase的服务端 整个流程 真的也是个基础课程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讲述 HBase如何去查询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这是课程目标 那第一个呢 我们给他介绍一下 什么叫SM数 SM数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有SM数这么一个概念 第二个 查询数据的流程 也就是我的可按端发起查询 我需要经过什么一个流程 最后 我如何找到正确的region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SM数 LSM数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图 这个数 是放在内存里面的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MemoryStore 相当于MemoryStore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数呢 是很小的 对吧 MemoryStore里面可能没有数据 当我们这个超过程啊 逐步变得多的时候 那么可以看到啊 这个数啊 逐渐的变大 逐渐变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达到达到达到当这个MemoryStore 它到了这个Flash的时候呢 它就会 到磁盘 刷写刷AM 刷写到尺盘 那么刷写磁盘过后呢 Hbase呢 还有一个 就叫做合并的 小合并的过程 它会把这个数啊 小数 合并成一个大数 这样的 那么这颗数 它为什么 有它的优势呢 我们给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我要去查询 这数据在这个节点啊 比方说我们查询数据在这个节点 那我们看看我们说几步 对吧 我们第一步是根节点 这肯定是有的 对吧 我二分法找到这个节点 对吧 这一步 对吧 我们的两步 到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过后怎么办呢 我又第三步到这个节点 四步就能找到这个 这个位置了 对吧 找到这个位置了 但是而且这个呢 都在内存里面 速度非常之快 这个数呢 和我们普通的数据过数是不一样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呢 可以简单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SM数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概念 但是呢也很难 你如果说你没有数据过基础 没有这个 这种 关系数据过基础的话 理解这个数的话 是有点难度 但是呢我们学了HBase 我们只需要了解 什么叫SM数 它的优点是什么 优点就是 查询速度快 这它的优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的HBase 我去读 我发起一个 scan或者get的过程 它会 它会去读哪些模块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Block Cache 这个是什么 这个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课讲的 在这个HRaging里面 上面有这么大一节 HRaging里面上面这么大一节 我们画一个图叫做Block Cache 还记得吗 在那个Raging里面 Push里面 这是一个先进先出的一个快的缓存 它缓存是一个快 会读到这个地方 这是它会读到的 第二块 Memory Store 这个大家应该能记得 因为我数据会先写到Memory Store里面去 那当然的话 如果说我数据写到Memory Store里面去 那么你肯定要去读这个Memory Store 对吧 那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我还要去读 HField里面去读 文件里面去读 那这个是最慢的 那为了把这个加快呢 就有这么Block Cache 所以说 它第一次读的时候呢 我先去读 这个Memory Store 我再去读 没找到 我再去HField里面找 找到了过后 我把这个结果返回客户端 同时 我要把这个快 我要放到这个Block Cache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下次我找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Block Cache里面 我从缓存里面去读 比我去读词盘 速度是不是快很多了 对吧 那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那所以说 HField是为什么快 快的优势 在哪 它很大程度上 它去利用了内存 去利用内存 比如说Memory Store 比如说Block Cache 它把快 因为快一般是64K 是吧 它把它的快 都缓存到这个 64K 它都缓存到这个Block Cache里面 那这时候我去走缓存读的话 速度非常之快了 对吧 查询结果合并给 返回客户端 那这是我这个HBase读的流程 那么有些同学会就问了 你都把这个HField 放到这个Block Cache里面 那总而久而久之 这个Block Cache 是不是就Auto Memo了 它是不是就那时一出了 这个它是一个先进先出的一个缓存 比如说我这时候 比如这时候 我这个快 这个快是一个热快 它会一直放进去 如果这个快长时间没有访问到 那它才会被淘汰掉 它会被淘汰掉 也就是说 我这边进去 放个快进去 如果说你这快 再拿出来用了 它会持放进去 如果这个快一直没有人用 那它就会从这个Block Cache里面就移走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会会内存一出 那么这个会不会内存一出呢 我PUT的时候 我都写了这个 这是我PUT的过程 我的PUT的过程 我PUT的过程 我PUT的过程都写到Memory Start里面来 那Memory Start会不会 有一次也写大了 内存一出呢 也不会的 它有个阀值限制 当你这个Memory Start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也会刷新成为HP 所以说这个呢 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内存一出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 HP的快就快在这两块了嘛 对不对 快这两块了 有这两个缓存 那么很大程度上 它就能以毫秒的结果来返回 毫秒的速度来返回这个结果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何找到Rag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我们在去写关系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去查 查哪张表 那我们先已经知道了 我去连哪个数据库 但是呢 你在HBase当中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和HMAS交互 我们的第一张图看到没有 我们去查询的时候 我们直接和RagingServer交互 不是和HMAS交互 那么我这个Rawkey 我如何去找到这个RagingServer呢 它流程是这样的 我们先找到Meta表对应的 这个MetaServer 那么Meta表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 HBase里面 它先找到Meta表 Meta表里面存在什么东西 我们通过一个查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Skin一下 HBase 那这个HBase开头的是系统表 对吧 明白它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面返回的信息 那我们看到这块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建的表 叫做MetaTable 对吧 我们建了一个演示的一个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 它有个Column 它有列组 Input列组 里面一个列 叫做这个Server 对吧 它这个Server放哪了呢 它把这个Meta放哪了呢 放在Must 这个主机名 650020 在台机器上面 那也就是说 我要去 去找MetaTable 它在哪台机器上面来 我们要先怎么找 我们是不是先去找到 这个MetaServer Meta表 那我查询Meta表 查这个MetaTable 它到底在哪台机器上面来 是不是 我们把这个流程程序理一下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要去查询 我发学查询 查询的表名是MetaTable 如果可以表说是001 我们发这个查询 那么这个HBase 它怎么做呢 正确的方式 应该是 它先要去查询 这个Meta表 里面对应这个 这个列 这个Name等于MetaTable 这个 这行 这行数据 那么你找到 这行数据过后呢 它是不是 有了一个列组 叫做Must60020 这个主机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上面 Must这个上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clin端 我直接发起 我像这个 这个表发起操作 就可以了 像这个RacingServer 发起操作就可以了 对不对 而不需要和Must交互 那也就是说 我们后面可以看到 我们写这个API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需要指定 我的主机名在哪 我主机在哪 我只需要指定 我的RacingServer 地址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又有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Meta表在哪里 对吧 其实Meta表 它也是个RacingServer 它也是个Racing 是吧 那么Meta表 怎么去找呢 我们再来 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Racing RacingServer 我们看RacingServer 我们看RacingServer 里面它有怎么记录 我们看一下HBase里面 它有个什么 有个MetaServer 这么一个节点 我们get一下meta breging breging server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它是一个二进制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哪呢 它在里面有一个信息 在这sleeve2上 是吧 这个meta表在这个sleeve2上 看了没有 其实也就这台机器了 sleeve2上 那我们能找到这个meta表过后 我们是不是就能找到 我们这个 这个meta这个表所在位置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流程 我们简单给大家画个图 理解一下 那这是我的clan端 我去查询 我啥也不知道 我怎么办呢 我要先去 这是zk 这是zk 我要先到zk上去找 比方说我clan端 我要去查 我要去查这个 我们放这儿吧 我们去查一个叫做 math table rk 等于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流程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先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是不是到这里去找 我们画个线 我是不是先去 zk上面去找 找什么 找这个meta表 对吧 对吧 我们看我们zk上面 zk在这 对吧 zk告诉我 我的这个meta这个表在什么 在这个sleeve2上面 因为这个是一个二斤 这个里面是一个这个pb格式的数据 二斤字我们看不到 但是呢 他是打印出来了 我们可以大概看到 他这个 他的sleeve2上面 哎 那我们就能得到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再去写回来 我通过第一步 我去查zk 我就能得到 我查询zk 得到meta 表在什么 sleeve02上 是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再要去发起一次 我要再去 发起一次查询 我去发 发给谁呢 我要发给sleeve02 我去查 我去查什么 我去查 mite table在哪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去知道这个sleeve02 所以说我们请求发给sleeve02 我去查他的meta表 那查mite表呢 结果是什么样的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他告诉你 mite这个表在 在这个主机上面 好的 那我们就知道了 是吧 知道 mite这个表 这个table 在master主机上 这个主机名是master 叫master 在主机上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 我们的这个clim端呢 要把这个请求啊 要直接发给谁啊 我要查询请求 发给这个master 让他去查 同时我这个请求里面还包含了 具体到哪个region 这个master 查完过后呢 数据返回给我的clim端 这个过程 哎 查询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觉得 哎 那你第一步查这个zk 去找zk啊 第二步找meta表 那这个不是很好 是资源吗 对吧 那查询这么多次了 那他第一次是肯定就查了 第二次呢 他已经缓存在的clim端 啊 已经缓存在clim端 所以下次查的时候呢 我这个 这两步是不需要的 啊 我只需要去查一个meta表就可以了 啊 查meta表就可以了 那这呢 就是一个 一个数据的查询过程 啊 呃 这个非常啊 非常这个枯燥啊 但是呢 呃 非常这个 也很难 但是呢 这个必须得理解 否则的话 你对后期优化啊 是是没有帮助的 那么 我们通过这样介绍呢 大家就应该能够去理解了 我整个查询的过程是什么样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过程 再重新的来回顾一下 重新回顾一下 我如果说 我在clim端 我要去查 一个table名称为 mint-table这个表 好 那我第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步我要 到ZK上去找到我这个meta表对应的服务器在哪 哎 是不是 我要去ZK上面 哎 找到这个meta表对应的meta raising server对应的服务在哪 他说在sliver02上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这个查询发给sliver02我就要去告诉你 你要告诉我 这个mint-table它在哪台raising server上 然后呢我们查询过sliver02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得到这个脑子下滑线下滑线table它在must这个主机上啊这个raising server上那好OK 我们就把这个请求啊我们就把这个请求发给谁发给must这个主机raising server 他来查询把结果返回给clan端 整个查询结束 哎 那么这个是整个这节课的一些核心的容啊 比较难啊 比较难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 如果说细讲呢 这个非常讲 可以加很多长时间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大家靠大家自己去学习啊 如果就疑问了 我们欢迎一起讨论 那么课后呢 大家一定要跟这张图啊 然后呢 到zk上去找meta表在哪 然后呢 到这个raising server上去找meta server 它的具体信息是什么啊 我们这样去练习一下呢 就能明白这里面一些含义了啊 好的 那么这节课呢 先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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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